点稿日记之不能以貌取人哦 喂喂 听到吗 哈喽哈喽 各位 杀 哎呦 我打好一个哈喽走了 我开了个鱼 把他们就下走了 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承受能力这么强 因为我刚进来了 可能我们俩就是命中注定你知道的 我们俩打双牌好了 我开了个鱼 我开了 一定要有 是虚的啊 我的天啊 他们走了那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你知道吗 你留下来之后我就会用我的实际行动 向你证明你的选择一定是没问题的 你怎么这么能说啊 那不能在你面前好好表现表现自己 我感觉你说话可像我的一个同学 那你之前在对你那个同学光刚好吗 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就不是他你知道吗 不认识 哇 设计好厉害 他有你辅助那肯定的啊 哦 还得到你的点名表扬吗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哎呦 这下路在你的帮助下茁壮成长了 大爷 要不要换线 帮一帮下路 来了来了 谁跟你说 我说我们去帮帮下路 你去公路啊 我不是怕你下路出问题吗 没有我 那我也没有啥好办法呀 那毕竟我这边没有辅助呀 不是 那你就自己当辅助呗 行行行 没事没事 总归我能在你面前好好证明我自己好 你看这个卢大6-0 你看一会谁6-0就行 嗯 你好活着呀 可以可以 我懂了 就是在你面前就是 好好的帮帮打操作就可以了 既然而然就不会被人嫌弃了 哎呦 你看看我的战绩我打回来了 真的 其实你知道吗 我感觉受到了你的鄙视 得在你面前好好证明一下自己 你就那种话都说得出口 不是 我就是想赢而已 你是不是因为当时那个 那个谢姓同学给你留下的印象太差了 然后你就抹成出击桶了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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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